日圓七七算 找代購網掃日本家電 現在YANGA掉了這麼多 很想去日本 但又沒有隔房 很想像這家屋主一樣 賣這麼多日本家電 可以怎樣呢 屋主鍾情簡約設計的日本家電 以往多數趁旅行的時候 從日本買回來 例如這部全白的吸塵機 外形簡潔 這部座桌的風扇就很嬌小了 屋主說不用每一個日本都買到的 可以網上代購 他就曾經透過代購網168bit 代購了兩件廚房家電 就是這個由日本設計師 深澤植人設計的電熱水壺和焗爐 設計簡約有副現代感 屋主也曾經找過 由日本主副主理的代購網 購入這個好像倒吊鎖匙圈的吊燈 買了日本家電 還要準備變壓器 一般小家電 購入這個30W就足夠了 大型廚房家電 就要用上300-2500W的變壓器 記得留意 看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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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